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洛亚报道 中南海国师坦诚中美四大差距 欲认清现实 日前 南京大学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朱峰教授的一段演讲被曝光 他告诫既要学会从中国看问题 更要学会从世界看中国 要清醒认识中美竞争的真实现状及存在四大领域的差距 在当下中共要求唱好中国经济的背景下 他的演讲内容引发关注 据北京大学校友网2月8日消息 北京大学南京校友会于1月27日举办2024年迎新春联欢活动 北京大学南京校友会会长朱峰以中美经济为题发表演讲 据公开资料显示 朱峰现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中共外交部涉海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因此他也被认为是中共国师一级的体制内学者 网上流传的演讲视频中 朱峰开门见山断言 中美关系没有5年 10年不可能有根本改善 他称美国的中国政策已改变 牢牢锁住中国是21世纪的美国面临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 就是最大的威胁 最大的潜在的敌人 朱峰的研究结果是 美国在四大领域领先中国 第一 美国在全球的科技创新和高精尖的制造业 依然处于领先的第一阵营 第二个阵营就是中高端阵营 包括欧洲 日本 韩国 而中国处在第三个阵营 正在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 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货币和金融霸主地位 因为美国不仅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美元仍然是世界最大的流通货币 储备货币 全球的金融稳定离不开美元 他坦言 人民币讲了这么多年国际化 但人民币在世界货币流通总量是3.3% 而美元在世界货币流通总量是62.8% 第三个差距是美国在全球有47个铁杆盟友 包括欧洲 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 而中共的盟友是从伊朗到朝鲜 到委内瑞拉 到叙利亚等 第四个中美的力量差距是话语权 我们觉得我们这么多年做得非常好 我满世界说中国好 其实国际关系就像社会关系一样 你满世界说我自己是好人 别人就一定都说你是好人吗 他强调 今天的中美力量竞争 不是简单的力量对比 更重要的还有国际影响力 他进一步分析 中国去年经济非常不好 原因就是美国对中国变脸 去年一年中美贸易下降21% 美国对华投资下降87% 整个去年中国吸引到外资倒退 回了28年以前 刚刚达到1998年的水平 他还告诫北大的青年才俊 一定要有客观 清醒 准确的国际意识和世界观 我们既要学会从中国看世界 更要学会从世界看中国 作为中共体制内官员 朱峰所表达的事实和观点 让不少网友还是觉得 他没有触及到实质问题 推特网友Daniel Fong表示 演讲者身处国内 许多话没办法说 其实造成今天中共国经济困境的 最深刻原因在于政治体制上 一党专制必然导致国家的落后和衰退 及习近平个人的野心 他强调 从体制制度上到用人上 中共所走的路线 本质上都是以和美国对抗 打败美国为第一目标 因此人家凭什么还要帮助你呢 你是猪 你就以为全世界都是猪圈了吗 也有网友强调 说穿了就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国际信誉彻底崩溃 共产党执政一天 中美关系别想往回走 两周前 大陆经济学家 有中共经济国师支撑的李道奎 也罕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中共当局应多花钱在人民身上 并称中共领导人对中共在世界上的地位 缺乏安全感 中共领导人焦虑偏执等 外界评论认为李道奎说了一点实话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